美食一看就会生活有滋有味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有滋有味 大家好 我是您的味道大厨老刀 饭店呢 很多面条做的都非常的好吃 大厨今天就在这里教给大家 如何能够在家里把饭店的味道做出来 先做一个茄子打卤面 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圆茄子 才会用到五花肉 用到五花肉和茄子来搭配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个茄子切成小丁 茄子呢 切成大约一厘米间方的小丁 要想让这个茄子呢 做出来好吃 首先呢 我们要把茄子里的水分让它出来 怎么样把它出来这个水分呢 就是给它放点盐 然后呢 用手给它抓一下 轻轻地给它拌匀 盐呢 可以让我们把茄子里边的水分呢 让它杀出来 那么我们把这个茄子呢 给它放到一边 稍微等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五花肉给它改改道 肉丁呢 不要切得太小 也差不多呢 和茄子丁差不多大 一厘米左右间方的 那么一个丁 选择五花肉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三瘦两肥的那种 比较合适 那么这个肥肉呢 我们现在也是比较担心 它的这个脂肪的摄入 所以说我们那个五花肉呢 也要给它选择稍微的偏瘦一点的 像下五花的部分呢 也是比较的不错 青红椒呢 青红椒呢 给它切成小丁 斜着切 切成一小段 这个青红椒的使用呢 我们在这里一个 要让它有点这个辣的味道 另外一个呢 我们是想要的它的色彩 它会有很好的点缀效果 该切的都切好了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做一个事儿啊 就是把我们切好的五花肉呢 加点酱油 给它腌制一下 大约呢 也就是10毫升到15毫升 这个样子 抓一下 肉已经腌好了 锅里呢 先放点油 八角两克 给它炸一下 那么当我们的油温呢 升到四成热 五成热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的五花肉就要下锅了 那么我们这个五花肉呢 随着你炒的时候 我们刚才八角的香味 加上我们五花肉的香味 就已经出来了 那么香味一出 我们有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什么呢 你该把火力调小了 调小一点的火力 大约是我们的中小火的 这样一个火力 慢慢的炸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五花肉当中的这个油 那个肥油的部分 它需要一个小小的柔柔的火力 才能够让它慢慢的释放出来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做出来的肉 才不会油 不会腻 好了 肉呢 我们慢慢的让它去炸 那么我们的茄子 我们现在腌的也差不多了 大家看 我们的两个手 转一下 给它挤一下 哇 好多水啊 是不是 好多汁水在里边 这些水里面呢 有很多茄子的酸色的味道 同时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茄子 很长时间的一个腌制以后呢 它没有任何的颜色的变化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加盐的一个好处 哇 现在这个香味特别的香 然后呢 我们要给它调一下味了啊 那首先呢 我们要有一勺的黄豆酱下来 那么我们茄子打卤 这个呢 就是灵魂啊 它的酱香的味道呢 要非常的浓郁啊 然后呢 我们葱 姜 蒜 放下来 一起给它炒香 一个食材的香味 释放出来之后 我们再放下一个啊 来 我们把刚才挤过水的茄子呢 放到锅里去 慢慢的炒一下 茄子下锅以后呢 它就有一个迅速的吸油的一个过程啊 哇 真是太香了啊 好了 来 走 啊 那么我们的茄子呢 现在呢 已经接近于虫熟了啊 我们呢 要给它调一个味 那么用一点生抽 大约也就10毫升啊 然后呢 来点盐 半匙 糖 一匙 胡椒粉 给它炒匀 哇 然后呢 来点水 略微煮它一下 慢慢的让它重熟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刚才切好的青红椒丁给它放下去 打卤呢 我们都要给它勾点茄 就是用水和淀粉的一个混合 没有茄汁呢 真的啊 那就不叫打卤了 切枝下去以后呢 我们要逐步地给它推搅起来 看看它的浓稠度 打卤呢 已经做好了 但是还缺一笔 这一笔呢 叫点筋之笔 我们先炸一点花椒油 炸花椒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凉油下锅 慢慢地炸 那么我们这个花椒呢 它和油接触的时候呢 要给它搅拌一下 慢慢地让它受热均匀 当这个油呢 慢慢升温的时候 它就会把花椒当中的香腥的味道 融到油里去 好 那么我们的花椒油呢 炸好了 我们把葱花呢 先放到茄子的表面 用一个细网筛 然后呢 把花椒过滤出来 哇 这个香味 大家闻到了吗 它和我们刚才炒葱 我们炒蒜炒酱的那香味 完全不一样 就是这个花椒的香味 可以让我们呢 茄子打卤 棕色不少 所以大家 这个小方法 一定要学会 茄子打卤呢 已经做好了 我们现在呢 开始煮面条 面条呢 有很多种 宽面 细面 板面 各种面条 大家都吃过 今天我们要用的面条呢 大家没有吃过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面条呢 是一个传宠 无法发酵的 一个手工制作的面条 空心面 它特别好消化 特别好吸收 尤其是老人 孩子 这个脾胃 比较虚弱的人 吃这样的面条 吃这样的面条 太好了 出锅了 哇 太香了 像今天这样一个大卤面 你一定比平时 多吃三碗 美食一看就会 生活有滋有味 我是您的味道大厨 老刀 如果您有什么 想学的 您有什么 想看的 或者您有什么 没有看明白的 都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 在这里 老刀 等着大家 给大家答疑解惑 茄汁浓郁 口感爽滑的 茄子达姆面 出锅了 圆茄子 切成大约 一厘米见方的小丁 放入容器内 加一勺盐 用手轻轻拌匀 味的是 去除色味 滤出茄子中的水分 五花肉 青红椒 切丁备用 五花肉中 加入10毫升酱油 腌制几分钟 让五花肉 更好入味 起锅烧油 放入八角爆香 油温升至 四五成热时 将腌制好的 五花肉下锅 当肉爆出香味后 转小火慢炸 释放出脂肪中的油脂 双手挤出茄子丁中的水分 锅中加入一勺黄豆酱 少许葱姜蒜末 放入茄丁翻炒 再加入一勺生抽 半勺盐 一勺糖 少许胡椒粉 少量水 微微煮一会儿 最后加入水淀粉勾芡 青红椒点缀就可以出锅了 告诉你一个小窍门 拎上花椒油 会给茄子卤画龙点睛哦 色色浓郁的茄汁 搭配爽滑筋道的面条 吃过后 纯齿留香 根本停不下来 赶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